295 《蘋果日報》2015年7月23日報章 A 13 港民我稱送iPhone 6-B.B.C.網站騙錢 本部信 更日有市民接到懷疑藝務B.B.C.新聞網站發出的短信 獲要參加問答遊戲 聲稱中獎可贏取一部iPhone 6 有人答中問題及完成問卷調查求贏不到手機 更被電訊商收取短信費用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喬子 首發次專門套取個人資料的釣魚網站 最大危機是片圖將資料轉售或製作假信用卡等非法用途 中招15歲少女姓孔 她清日前接獄朋友轉發WhatsApp短信 顯示為B.B.C. News Hong Kong網站連結 並附有報導指慶祝第一 零間蘋果店在灣仔開幕 按蘋果網顯示 全球有450間蘋果店 送出一千部iPhone 6 她按指示登入並踏中Apple創辦人試碎 首部iPhone 6推出日期及iPhone 6最大容量等三條問題 即彈出她中獎可獲64G的iPhone 6自居 回覆短信每則收費15元 她截之後手機再彈出六項訊息選擇 她選了生肖運程 果然之後收到運程預測短信 但每則短信要收費15元 而之後再沒有通知她如何領獎 此時女士主裁懷疑自己可能誤入行片網站 至於有關短信收費 她事後向電訊商投訴中獲退款 蘋果記者亦以手機測試 發現該可疑網站的版面與B.B.C.新聞網站相似 內文是一職蘋果新店開幕 附黑一千名香港市民可獲得免費iPhone 6新聞 配上蘋果店影片及如千條留言 記者按要求回答三條問題 其間刻意答錯但仍過關獲獎 本部作向B.B.C.發電郵查詢懷疑假網站一事 但至直稿未獲回覆 記者潘遠玲、梁煥敏